日常不止衣着举止讲究得体 妆容一样要得体 如果妆感太浓 就会显得脸太假 白白破坏了你本来的气质 即使是一项以浓妆艳抹著称的欧美妆容 也逐渐变得清透自然了起来 自然的裸妆怎么看怎么有高级感 抛起了夸张眼线和厚重底妆的模特清新俏皮 在秀场上大牌也挽起了清透感 第二后台的超模一感 之前艺术感十足的妆容变得高级又干净 白白的广告大片里 彩妆代言人Iris Law也注重干净的裸妆 清爽的高级感妆容更加适合夏日 高级妆感主要就体现在自然的底妆和眼妆上 一起看看让妆容变高级的方法吧 雾面低干净底妆修冻及皮肤干燥 所以在妆容中总是强调水光机 而夏季的皮肤则容易出油脱妆 要想高级就要打造雾面感 夏日流行的高级妆容用雾面底妆代替水光机 看起来更加干净 同时雾面妆感 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色彩 使得仙气指数支线飘升 面低妆容 能提高人面部的纹理俊感 加上适当的修容阴影 会使面部轮廓更加清晰 增强线条感 无论是平时生活还是闪光灯下 都会给人一种高级的感觉 在日常化妆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雾面散粉代替珠光散粉 在阳光的照料下 珠光的妆感很容易被看成是油腻 在上底妆的时候 不必强调完美无瑕有的时候 带变小小的斑点和瑕疵 反而更加灵动俏皮 对于亚洲人来说白皮肤是永远的追求 在粉底色号选择上就不顾一切选择最白的 当你在两个色号中犹豫不决的时候 那么请毫不犹豫的选择颜色较深的那一款 底妆的颜色会和肤色更加贴合 这样能让你的肌肤更有质感 天气炎热的时候 日常出门时最重要的就是带一颗粉饼 随时随地控油补妆 保持妆面干净 自然的野生眉妆今年被说的最多的眉型就是野生没有 看似未经修饰的眉毛给人自然的影响 妮妮和大S都是这样的眉毛 比刻意的修饰更有高级感 之前流行的拱形眉和一字眉也退出了 大家只要按照自己的眉型 提掉砸毛修出眉尾 再补上和发色一致的眉粉 就能轻松得到野生没有为了呈现自然的状态 大家还可以将眉毛疏平达到根根分明的效果 看起来更具自然感 小时色眼影如今 大牌们更倾向 清新的眼妆清爽基础的内眼线和睫毛 就已经能给眼部带来提神的效果 至于大地色的眼影和夸张的上飘眼线 还是留给厚重的秋冬彩妆吧 夏天 我们可以换上更加心机的小时色眼影 所谓小时色眼影 指的就是跟眼部皮肤相近色的眼影色 比如裸色和浅粉色 就是裸妆的好帮手 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压力 也不经常会呈现偏黄的暗色 如果真的不涂眼影很容易暴露黑眼圈 显得没有精神 而换上淡淡的嫩粉色 不仅高级 还元气满满 除了眼影才用消失色 腮红也可以用这种消失色来助力 淡淡的色彩就像自然的红韵 比克一的修容 不知道高级多少倍 其实无论夏天还是冬天 妆容都应该是修设而不是化脸 即使化妆手法在精湛 还是能体现出面部本身特点的妆容高级 所以如果想有高级妆容 首先要学会爱上自己 因为那边是一位 那边是一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